你给我闭嘴 霍肖 退伍了就连规矩都不用讲了吗 就算你现在离开部队了 也别忘记你曾经是一名军人 要是克遵守军人的几率 见到上级要近理 总算知道姚晶晶为什么会是那种性子了 原来这一家人都脑子不正常 这兄妹两个真是绝了 霍肖你退伍了 现在部队还继续给你发工资吗 退伍后离开部队当然就不发工资了 还好还好真是吓死我了 还以为只要你当过兵 这一辈子就得麦给部队随时接受调令呢 姚晶晶给我敬礼 你说什么让我给你敬礼 霍肖你有没有搞错 我现在可是复营你什么都不是 如果我是你就不会穿这一身出来 都整个华中军区的脸 姚晶晶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蠢 霍肖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都成了穷山沟的穷小子了 竟然还是一如既往的 明明什么都不是了还敢跟我叫板 徐公安这就是你跟我们说的 来跟我们谈和解的人吗 这姚晶晶的哥哥不是来和解的 是来结仇的吧 话都不会说 这就是你的结婚对象 这个女人又拿点笔的上我妹妹 你妹妹连我媳妇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 我哪里有你说的那么好 至少有一点我是比不上这位姚晟营长的妹妹的 我可没姚晶晶那么不要脸 大老远的跑别人家来抢男人不说 抢不过还耍卸下三乱手段 泽泽就这还是军属呢 真让人怀疑到底是什么样的家教 能交出这样不知廉耻 卑比下流的孩子来 你闭嘴你 你才应该闭嘴 原本我还以为姚晶晶是个特例 自己长歪了的 现在看来你们姚家家风如此 没一个好东西 傅营长很了不起吗 我只听说当兵是为了保家卫国 保护我们老百姓的 可没听说是为了让你们骑在老百姓头上 作威作福的 知道上个想利用职权作威作福 欺负我的人现在在哪里吗 在哪里 被埋地下了 霍霄 他们家的人是不是都脑容量不够 跟他们说话可真嘞 媳妇你说的太对了 姚青春气得手背上的青筋都暴跳起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 霍霄的对象竟然嘴皮子这么利索 而且还狂妄又放肆 竟然连半点不把他放在眼里 还敢当众挑衅 霍霄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别忘了你已经退伍了 现在可不是在部队里没人给你撑腰 我男人腰好的很 不用靠别人撑也挺的笔直 不像有些人小人得志 自己没本事竟喜欢整些弯门邪道 你给我闭嘴 姚青春谁给你的胆子 感动我霍霄的人 霍霄你敢对我动手 你信不信我 别打了你们都冷静一下 是他先动手 我是正当防卫 我的肚子 我的肚子好疼 媳妇你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霍霄我们的孩子 快快送我去医院 霍霄一听 连忙抱起叶薇薇就往外跑 等徐飞等人回过神来 他已经跑远了 这位姚同志 你怎么能对叶薇薇同志动手 简直太过分了 是他先出言不屑辱骂挑衅我的 叶同志刚才说话是难听了点 但绝不是他先挑适的 再说了就你妹妹对人家做的那些事 让他骂几句出出气怎么了 就这点气都受不了 还想要跟任何姐做梦呢 我们上医院做个检查 做戏做全套 好都听你的 医生医生 快救救我媳妇跟肚子里的孩子 我家男人这演技 也是妥妥的可以拿小精人的 天啊是叶医生 快来人赶紧安排病房 叶医生你怎么样 慢慢调整呼吸 放松心情不要紧张 下院长一听他出事 立刻安排了医院里最好的妇科医生跟病房 并在三丁主医院里的医生跟护士 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叶薇薇 不能出任何差错 在得知叶薇薇住院的原因后 下院长更是气得七窍生烟 直接一个电话打到了徐局长那里去 在你们公安局都能让人把受害者折磨的差点流产 我看你这个局长什么时候让人把公安局楼顶先了 你都不知道 老夏娜叶薇薇到底跟你什么关系 该不会是你家的小辈吧 怎么不是我家的小辈 我就还不能说句公道话了 我倒是做梦都想我家里能出像叶薇薇这么出息的小辈 你们简直就是胡来 你知不知道叶薇薇如果有什么闪失 对我们的医疗事业来说是多大的损失 我们谁都赔不起 你这说的也太夸张了 我知道你爱才但那叶薇薇才多大 就算是他再优秀再有天分能有多大能耐 半点都不夸张 我知道说了你也不信 你去问问你家徐飞就知道了 徐局长半信半疑地 把侄子徐飞叫了过来问起叶薇薇的事 结果就被狠狠地震住了 你说前段时间李浩出事差点死了 把他救回来的那个人就是叶薇薇 那可不你是不知道 哪天要不是我们往县医院跑的时候 半路上遇到叶薇薇 他给李浩先做了止血 李浩怕是根本坚持不到医院 那手术县医院的医生根本做不了 是叶薇薇亲自主刀 我听胡栋梁说他亲眼见证了奇迹 叶薇薇薇一个人做完了整台手术 这是真的 你小子不会是在吹牛吧 大伯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记不记得前段时间青山镇上修水库出事 死伤好几个人的事 其中有一个就是这货销的二哥 当时人送到现医院医院的医生 都想让准备后事了 结果人家叶薇薇愣是给救活了 下院长对叶薇薇可是宝贝得很 为了留住人才还给了他一个特聘医师的职位 不用天天做班就给主任级别的工资待遇 别看人家年纪小可人家有本事 每月一次来现医院给现医院的那些医生讲课 现医院的医生提起叶薇薇来就没有不佩服的 徐飞越说越激动滔滔不绝 徐局长都麻了 难怪老夏打电话过来骂人哪 这幸亏叶薇薇的孩子没出什么事 要真在我这橘子里出了事 那这多年的交情他也能给乱了 那姚家兄妹两个怎么样了 真不怪人家叶薇薇跟霍笑同志生气 这兄妹两个脑子都不大好使 一个大老远的跑过来抢人家叶薇薇的男人 抢不过就用下作手段想毁了人家 一个说是来和解的结果来了正是不谈光找人家麻烦 还惹出这样的乱子来 我看这兄妹两人是彻底把人得罪死了 想要和解绝对是不可能的 再说了人家叶薇薇跟霍笑这次怎么说也是立了大功 这要是在咱们自己家的地盘上还被人欺负了 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吧 这姚金金虽然事先不知道姓杨的身份 可她搅合到这件事里面去 还想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怎么可能 你把你知道的跟叶薇薇和霍笑的事都仔细跟我说说 尤其是今天他们来橘子里的事一点都不能遗漏 叶薇薇不知道这天徐局长跟徐飞两个都说了什么 但是第三天她看到了神色憔悴的姚青川 我妹妹还被关在橘子里 脸背闹了牙齿还被打掉了 在里面吃不好睡不好 都是被眼前这两个人害的 尤其是这个霍笑 明明知道京京喜欢她都放下矜持主动追求了 还在的故意拿瞧不给京京好脸色 害京京对她一直不死心 明明就是个相信你腿子还这么傲 在部队里处处跟我抢风头 原本还觉得她腿废了退伍 终于可以不用在我眼前碍眼 谁知道她的腿竟然又治好了 霍笑你可真是个害虫呀